朱友简五岁那年母亲犯错 被自己亲爹弄死了 那么十岁那年的父亲病故 十七岁那年哥哥也死了 也就是说崇祯皇帝的童年是非常不幸的 同时期他的很多的兄弟也都是被大太监魏忠贤害死的 所以他从小就是提防他人 所以也就养成了他自己战战不惊 战战兢兢 不相信任何人这种多疑的一个性格 我们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 一个人终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填补自己同龄时的那种阴影 作为一个皇帝 一个权力机构或者一个企业的老总 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决策能力 很明显在这方面崇祯皇帝优柔寡断 他错过了很多次挽救明朝命运的机会 那么在1628年全陕西天赤如雪 那么中国北方严重大旱 崇祯发布了自己的罪己照又裁撤了驿战 在这次裁撤驿战过程当中有一个名叫李自成的一个男人 因此香港失业了 然后他在1629年就带你们农民进行起义 那么1630年陕西闹大饥 1633年陕西大旱 蝗灾四起 1638年河北大旱 蝗灾 崇祯十三年 江南地区大水洪浪 1641年瘟疫大爆发 而且每一次爆发瘟疫之后 都还有大量的灾民的不断投靠李自成 这个时候啊 关外的黄太吉带领了清军 也入侵了我们当时的大明朝 那么这时候你可以算一算它的旱灾 洪涛 饥荒 瘟疫 农民起义 清军入侵 这个时候啊 朱油简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一个错误决定 那就是削减了军费开支 有一种说法 就是连年的灾荒和农民企业 不仅收不上一分钱 国库都快要穷的发不上了军队的工资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裁设自己的 减少自己的军费开支呢 因为崇祯皇帝这个时候已经停止了江南海外贸易的关税 因为关税是全部国库的 一旦取消国家的收入来源就全部转嫁给内陆百姓 晚清也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导致的最后失败 而且江南的士臣集团势力是很强硬的 海外的这个贸易的钱都流向了他们的手里 自然也就没有钱维持军队的开支了 那么明朝的灭亡是民进国退的一个过程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江南地区出现了三言二拍这样的小说 说明当地的人们的物质文明已经很丰富了 而且江南也出现了民进的小作坊就是个打工族 那当时这个小日子过他还是蛮不错的 那么当1644年李自成带领了农民的这个兵齐军攻破大同支离北京的时候 逐渐吓坏了 他吓得赶紧召集自己的耳 就召集他当时的吴三桂 让他带上军队火速回北京胡家 但是啊 他却表示啊 请朝廷先拨付一百万俩军饷 这本无可厚非 那打仗嘛 是需要要钱的 可崇祯确实没钱 明朝也没钱 国库都空了 3月17日 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 3月19日 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 杀入皇城 朱尤简带着自己的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蛮山 那么这中间的李自成呢 也希望崇祯给他点钱 他就不再围攻北京了 可是崇祯没有答应 因为他确实没钱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李自成进北京 那么期间呢 朝中有人提要南迁 因为毕竟原来南京就是都城 所以在南京应该还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 一旦进行迁都 就意味着人事进行调整 这损害了很多士大夫的个人利益 而且呢 很多官吏啊 好多人在京城有很多的财产 这一时间也不好处理 那么崇祯这个时候 优如寡丹的性格就又来了 也顶不下来 最后就错过了一次挽救明朝的机会 这个时候朱尤简咬过自己的手指头 写了最后的一道遗诏 然后就在一颗外脖子树上上吊字役了 当时只有33岁 自镇登基17年 虽镇博德非公 上干天怒 然朱尘物镇 致逆贼直逼京师 镇死 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自去冠冕 以发覆灭 任贼分裂镇师 误伤百姓一人 那么有人认为朱尾简是亲手毁掉了明朝的人 因为他的性格导致了他和明朝的命运 但其实在他接手明朝的时候 明朝已经是一个气数快要进的 不停的天灾人祸 而且在前任留下来的问题 就使得明朝击重难返 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 他清除了焉党 错杀了功臣 袁仲患 减免了关税 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这很多种改革的尝试 每一步都在错上加错 最后还是天要亡的大名 一个人的发迹往往都是一团人 或者是几代人的努力 积攒下来的能量最终在一个人的身上爆发了 我们上期说到司马迁忍辱负重写了史记 那么司马迁的父亲司马坛 他是一个史官 可是无缘参与汉武帝的这种风扇大典 因此他遗憾终生抑郁而死 他临终前告诉司马迁 与死如必为士官 勿忘无所欲论注意 那么司马迁果然就继任了太史 开始了太史公书的撰写 太史公书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史记 也就是说司马迁的父亲 就已经在为史记开始做牟利了 古代的官职他也是有世袭制度的 那么父死子继 那么在汉文帝的时候 为了充实边防的军粮 改善农民的这个处境 他听从了朝错的这个建议 采取了入宿败爵的政策 也就是说当时这个人们 可以送古物或者是粮食 这些都给朝廷 然后从而换取来爵位 或者是有罪的人 可以因此而减轻刑罚 那么司马迁的祖父 就是用了四千代的宋 换取了一个五大夫的爵位 也就是说司马迁的祖父 就已经开始入朝做官了 完成了从农民到仕途的这个进化 他为司马迁今后的这个著书 奠定了一个基础 也就是说在经过了其祖父 父亲司马迁三代人的努力 和积攒的这个能量 终于在司马迁这一代爆发了 所有人的这个辉煌都是几代人的努力换来的 那么放眼望去 我们今天中国那个商界版图中 没有哪一个人是没有背景的 那么电视互联网向我们宣传的这些东西 它只是一部分而已 那么中国的明星调查一下 没有一个没有背景的 董明珠 你说出身卑微 他的拼搏和努力是第一位 当然拼搏努力的不光是他自己 最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一位贵人 这个人叫朱江洪 没有朱江洪的提板 他什么也不是 那么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征 很年轻也是名校毕业 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背景 父亲父母都是下岗之工 但是你不能忘了 那当年步步高集团的这个总裁段永平 花钱请巴菲特吃饭 当时的时候他 巴菲特允许他带一个人去 这个段永平带了一个小孩 那这个小孩是谁 就是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征 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人的成功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背景吗 没有一个人上面是没有人的 我们今天可以在世界上面耀武扬威 那也是几十年前我们的先人冒着生死 冒着枪林弹雨打下来的 没有冒着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风险 怎么可能会有我们今天武力的强大呢 今天我们可以扬帆启航的这些个老板 或者是商界精英 那都是祖上积德 没有了司马懿当年的卧薪肠的忍辱负重 怎么会有最后的司马延三国归进 这才是我们学习历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 仪式观金 像个头 我们下个头 特别的 我们下个头